耶稣地当耶稣基督 或者说,in Christ Jesus 而我们这个题目呢是很广很大的 所以呢,我上一回 我记得上个礼拜我跟你讲到 在基督里,如果你不在基督里 你会错失了很多很多很多的 上帝要赐福于你的 要盼望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 耶稣基督在你里面有荣耀的盼望 就是上帝在我们的里面有极大的盼望 就是说,在我们能够 希望从我们身上能够发挥 能够看到的一切的荣耀和盼望 那今天,我们继续连续下来 我们再看基督里面有什么呢? 在基督里面要看到丰盛 要看到丰盛 那还没有跟你讲这个题目之前 我给你讲个笑话 有个小朋友啊 就是在带着一个玩具钞票 就是你知道吗? 那些百万富翁的玩具钞票 就拿着一踏一跌一跌的玩具钞票 就去了百八公司的玩具库 他选看来看去选来选去 他看上了一个模型的飞机 一个模型的飞机 然后他就对那个收购员说 姐姐,我要这架飞机 然后也同时呢 也拿那个玩具的钞票给他 然后那个收购员说 小朋友,这个钱是假的 然后小朋友很不耐烦的看着姐姐 跟他讲说 难道你的飞机是真的吗? 兄弟妹 因为我们在每一个人 当你在小孩子的思想里面 在小孩子的世界里面 他总是有他自己的价值观 在大人的世界里面 总是有大人的价值观 当你在不同的领域的时候 不同的一个年龄 或者不同的教育 不同的环境里面 你就有产生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 今天,如果你信主耶稣 你在耶稣基督里 你必须要有耶稣基督 所给我们的价值观 圣经告诉我们说 原来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是有丰盛的 来我们打开圣经 哥罗西书 Galotians 2 第2章1-10 我用圣经和和本给你们读 这里这样讲说 我愿意你们都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 但是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 是何等的尽心谢力 第二节,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 因爱心互相联络 以致风风足足 在故性中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 就是基督 所继续的一切智慧知识 都在他里面藏着 第4节,我说这话 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 第5节 我生子虽与你们相依 心缺与你们同在 免你见你们指挥到主 信基督的心也坚固 我就欢喜了第6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第7节,在他里面身份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第8节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 而世上的小学 就把你们掳去第9节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 在基督里面 第10节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掌权 自证掌权者的研究 让我们做了报告 天父我请你 今天早上打开你的属灵的玛纳 来奉养我们 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 让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 能够生根建造 让我们能够发育成长 按着上帝的喜业和旨意 要我们成为何等的人 主我求主 你释放你的话语和恩高 你的仆人和恩高这个讲坛 我们感谢加密的祂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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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 然后又有丰盛丰富丰富丰富呢 都是同样的一句话来的 因为中文里面呢 它可能翻译丰盛 可能又翻译丰富丰富丰富 在英文的字叫 只有一个字 fullness 就是fullness 总共有六字 然后或者在基督里面 基督这个字本身呢 在克罗西书呢 有出现了三字 十字 所以呢我们从这个 重复的经文里面呢 重复的那个 关键字里面呢 我们知道 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在克罗西书里面 结论呢就是说 人在耶稣 人在基督里呢 要知道基督的丰富 丰盛 不是信主就够了 因为这本不是神的心意 有时候我们觉得 哎呀我忘信主不搞了 忘已经信了耶稣就够了啦 但实际上 不是上帝要我们 打倒的目的 和上帝要我们 逗留的地位来的 不是因为你信了耶稣 就够了 如果信了耶稣就够了 我们我再多加一个字 信耶稣死了就够了 这边上帝上就好了 因为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 我们还要完成 上帝要托付给你 上帝在你心目中 在你神的生命里面 有他的计划 和他的子 所以信耶稣的日子 信耶稣不够的 信耶稣你要明白 上帝在你身上 有何等的盘望 何等的荣耀 还有基督的丰富 丰富的应许在你身上来发生 圣经说 有一处圣经说 在约翰福音第10章 第10节中说 盗贼来不非是 偷窃 撒爱 毁坏 我来了 谁来了 别人出来了 谁要叫羊 我们 我们是上帝的羊群 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个上帝要我们 希望从我们身上看到的 请问姊妹妹今天的问题在哪里 今天问题说 你的生命有丰盛吗 你的生命有丰盛吗 这个是上帝的应许 我来了 耶稣来了 到底来 某鬼要在你生命当中 就是杀害 偷窃毁坏 让你的生命万七八糟 但是耶稣来了 要在你生命呢 要做一个工作 就是让你得到生命 而且生命不只是生命而已 要有丰盛的生命 所以呢 哥罗西书 保罗在哥罗西书 也因为这么样 来写了 跟耶稣有一样的观念 跟耶稣有一样的价值观 来讲说 你们要知道基督有何等的丰富和丰盛 我们来看基督里的丰盛 基督里的丰盛 我们刚才读了一个经文 在第六节里面有个经文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 就当尊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我们来看几个字 这首经文里面的几个字 第一 接受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 在希腊语文叫做巴拉 巴拉拉麦诺 大家跟我讲巴拉拉麦诺 巴拉拉麦诺 巴拉拉麦诺 在这个巴拉拉麦诺的意思里面 他不只是来来接受 所以我们常活在一个观点 来接受耶稣 就是接受这样就好了 我有来教会就好了 我有给私利封信就好了 我有参加机会就好了 其实这个巴拉拉麦诺的 原文的意思并不只是 接受 这样拿 人家给我就拿 这样就够了 不是 在原文里面 就说 使成为 和 使和自己在一起 所谓 使 使耶稣成为我生命中的一半 使耶稣和我在一起 使耶稣加入自己的生命 然后 使耶稣跟我有一切的关系 使耶稣成为我的同伴 原来 来接受 不只是这样 人家给我这样拿 而已 没有关系 没有 没有交集 没有 没有欠给他 原来在 原文里面 巴拉拉麦诺 跟他有密切关系 我必须把我自己投入在耶稣里面 我必须让耶稣充满着我的生命 让耶稣有生命 使耶稣的一切来充满着我的生活 然后 我们再来看 然后呢 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呢 我们就当 祝他 祝他 而行 有些人信仰耶稣 就 就坐下来了 有些人信仰耶稣 他就够了 他没有再发展了 如果你信仰耶稣 如果你今天还是 仍然信耶稣 感谢神 但是你不要停在那里 圣经说 你要 尊他而行 你要 开始跟他 一起同行 这个行呢 在希腊言文叫 Beribatou Beribatou Sorry Beribat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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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说什么 行走 走出自己的路 有进展 掌握每一刻可利用的机会 习惯性的走 请问 你有没有习惯耶稣之路 有些人不习惯了 他应该一个礼拜才见耶稣一次 你的行走 你的跟耶稣一起同行的 要成为你的习惯 差不多 有个刚刚信耶稣的弟兄 刚刚信两个月 两个月的一个弟兄 有一次他载我 然后我们就塞车 塞车了 我们就 有种错路 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本来要进去那个 我们超过了 所以又要Utun 又要Utun回来 可是因为塞车很多 Utun很难 所以我说 为什么我们不要 进那个佛庙里面 然后进佛庙 然后又Utun出来 去Soccat 然后我就跟他讲 很开玩笑 他真的听我的话 他还拿手去拜 因为刚信耶稣 他两个月过来 为什么他会这样呢 因为他已经习惯性的来 他感到很冷 就 因为他习惯性的 这几十年来 已经习惯去拜佛了 但是今天你有没有 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 今天你有没有习惯性的来 跟耶稣在一起 有没有习惯性的 我们开口闭口 有没有 哈利路亚 感谢神 阿们 这些人 好像讲得很理性 这就不是习惯性 但是你看这个 充满上帝充满的人 他很习惯性的 我感谢主 哈利路亚 阿们 他是从来口中都是赞美的神的 他很容易感谢耶稣的 他很容易 常常我们 好像我常常在教会 尤其我做牧师 我刚才讲到 我刚才讲哈利路亚 我去到外面 跟人家接触外奔光 有的时候我们就 阿们 他们也觉得 为什么你会讲阿们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性 来讲阿们 习惯性的人讲哈利路亚 所以你 人家会觉得 其实他们会觉得你怪 觉得你很新鲜 因为你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他们对我们很好奇的 到底牧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你们 你必须要遵他而行 还有 在他里面 申根建造 申根 这个希腊言文 是 Result Result 意思说 下杂根基 坚固的根基 使稳固 使牢靠 使牢靠坚定 所以你们 你信了耶稣 接受耶稣 不止而已 你必须要跟他一起同行 跟他一起同行的时候呢 圣经也告诉我们 哥罗西书呢 你必须要打根基 你必须要把你的 摘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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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ð 然后柱子横溢那边的柱灵啊,柱子啊,全部都有的折啊,有的倒掉 为什么?因为不能滚而长的 然后最后要在那里面建造,建造这个,这个字叫做Eoi Koro Mio 很难读啊,总之是它要建造建立就类的 所以今天要跟你们讲什么,我们不能凭着心情开始 又凭着自己的智慧思想计划去完成我们的信仰 我们一开始一凭信心,我常常问人家说,诶,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耶稣 然后才信呢?我说,没有,那为什么你要信?你是凭什么信? 凭着信心,不是感觉,如果要说凭感觉,不然不知道,我感觉到头很重,我感觉到那就很危险了 你信耶稣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 因为你信耶稣,你因为知道祂为你的罪而舍 你信主耶稣基督,因为你知道祂为你的罪三天而出国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根在哪里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信仰在哪里 所以你整个信仰是凭着信心的 不是凭点见,你是一样的鸭刷都喝水了 鸭刷给你一些好处,你才相信他 那个不是,那个你拜昂宫的时候,你才做了 但是信耶稣,因为耶稣给你任何的好处,你觉得相信他 整个信仰是建立在凭信心 你如何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主 那么你就要照样尊他而行 凭着信心接受主,也要凭着信心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生根,刚才我们讲的生根 生根,你有谁 世界上哪一个植物的根是生长在外面出来的 什么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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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树啊,红树是那个海里面的红树 我知道,对吗 所以它是长的,还有一个树 树子的树也长在外面 但是一般的树都跟着藏在里面 基督徒的生命是讲究隐藏的生命 不是做给人家看 因为我今天会来教会 牧师你看到我来教会 牧师你看到我来教会 牧师就这样 或者我今天有给奉献 就是你这个都是外债的 但是整个信仰基督徒的信仰是隐藏的 不是你再来教会的时候 你做了人家 当然我不是说那个都是错的 你可以这样做 你做,应该做得很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 当你一个人的时候 有没有接受 当你一个人没有看到你的时候 当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 你师父在那边祷告 当没有人看见你的时候 你师父在那边读圣经 还是特别 牧师有在 你特别读他 嘿呦,好多大分一遍 不是,整个基督的信仰 不是外债 整个基督的信仰是隐藏的 他很讲究成长 然后呢 这个根呢 是寻找供应的 他必须要有找到东西 你信仰耶稣 你必须要读经来祷告 你必须要有供应 寻找这个供应 使到你能够成长 你一个礼拜来一次的聚会 来听到是不足够的时候也没有 你必须要找供应 而且呢 这里说 生根建造 建造呢 是外面的 所以建造不只是给人看 不可以看到 建造 你看呢 保罗用的两个很极端 一个形容词 一个是生根 生根是隐藏的 建造是给人看得到的 你只有在生根的时候 你才有建造 你没有生根部门没有建造 你生根有多深 你建造有多高 明白吗 所以呢 所以呢 而且建造这个意思啊 这个字啊 是讲到 按照蓝图 按照材料 按照建造 精准无故的建造 注意美观 方便使用的意思 所以呢 一是说你的成长 属灵的长进 进步而成长 不是你随便的 哎呀 今天属灵比较好 你就读多一点 圣经 祷告多一点 然后今天 不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没有读圣经 那就很糟糕了 所以一个成长 建造呢 是有激过 是按照上帝的蓝图 来建造的 然后 然后 地底下的功夫 会影响 地面上的成长 那看不见的 激然之下的功夫 虽然没有人看见 也不被人所知 也 别人也确实干涉不到 也管不了 但正常让他成长 却能享受不同层次的经历 所以呢 尼确身 上帝的古人有 写了一本书叫做 正常基督生活 他会写正常基督 意思是说 很多人的生活 很多人的信耶稣 是不正常的 正常的基督 anormal christian 他写的一本书叫 正常基督 是说 我们要正常的成长 OK 还有 信心的伟人 Josh Muller 前几个星期 我讲到一个 他信心的伟人 这个穆勒穆斯 他开说 他有开孤儿院 对吗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个很有名的一句话说 神喜欢增加他而你的信心 上帝要我们的信心要成长的 然后呢 但我们不要想 不需要经过苦难而得到胜利 不需要经过忍受 而能得到忍耐 我慎重地说 思念 拦阻 坚然 有时候 甚至 失败 都是我们信心的粮食 It's the very food of faith 你要得到信心吗 你心心要成长吗 你必须要有很多的 能够去面对很多的 试探 拦阻 坚然 还有失败 你才能成长 很多的基督徒是因为他不成长 因为他怕 吃苦 他一点点的挫折 一点点的失败 一点点的难处 他们就放弃了 兄弟妹 申请告诉我们说 哥罗西教会 保罗写 哥罗西教会 鼓励他们要成长 然后 我们这里有说 所领的教训 所领的教训 什么叫领受 领受 领受不是好像吃东西 有时候我们再来到 听到吃 哦 牧师讲得很好 今天讲得很棒 哇吃下去了 不是吃下去而已 这里讲的领受是 吃了之后还不算 还要消滑进去才算 领受就是接触真理 接着听 读 查考 背 背诵 之后还要默想 他的教训和意义 而且 还要应用在你的生活里面 不要只是听 听的话 听了几十年 乖你还是做几十年的 做着听的基督徒 你要把它吃进去 让它消滑在你里面 然后 让它活在你的生活里面 这样才是真正的领受 真理的生命 这才是生命的力量 才能够在你生活上显入出来 接下来 我们再看 哥罗西书 哥罗西教会呢 是充满一个异端的教会 因为他们领受了很多那些 不应该有的一些异端 所以呢 保罗就必须要写信给哥罗西 教会说 你们异端的 你们不要听 在那个阶段里面 那个已经 人家赏识 用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方式 进来 教会 来混乱教会 我们来读 你们要谨慎 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 和虚空的妄言 不造的基督 乃造的人间的遗传 和世上的小学 又把你们掳去 那我们来看几个圣经里面呢 他说 你们要谨慎 这里的谨慎 是 现在 现在是 不断的 要不断的小心 要持续的小心 然后 表示继续进行的动作来着 意思说 你要经常不断的警醒而防备 否则便容易落在敌人的圈套里面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里有理学 理学在哥罗西的异端呢 哥罗西的异端是因为他们太注重了理智 太注重了那些 用脑袋用思想的东西 而不是星星 他们离开了星星 理学和虚空的妄言 也可以翻译做着 哲学和骗的风弹 这个两个词呢 是连在一起的 有没有 只有一个观词 表示他们是一件事情来的 所以这些异端教训呢 不是照着神在基督里所启示的真理 而是照着人的传统和世俗的言论 传统 什么是传统 是用口传 一直传下来传下来的东西 叫传统 然后我们来看 还有几个字我们看个去 然后保龙说这些东西都是小学来的 是世上的小学 不是真的小学 读小学 这里小学指的是 他们讲的东西 是不是深奥的 是一个很初步的知识来的 不要以为他们很厉害 这些都是小学来的 然后是属世的 属世界的 不是属神 不是属天上来的 然后恐怕你们就被他们辱去 这些辱去 在保罗这里所讲的呢 是表示说你们成为他们的战役 你们不要成为这些异端邪说的战役 什么 当我还继续讲的去 还跟你分成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想问 你们明白什么叫异端吗 英文是heracy 什么是异端 什么是异端 异端跟极端有什么分别 很多人讲异端其实是极端来的 好像我就很极端 我很极端 为什么 因为我晚上不喜欢 我晚上一定要 吹aircon 开冷气 脱衣服开冷气 吹冷气 这要极端 一定要很冷很冷 才能睡觉 这要极端 但是我不是异端 所以 很多人谈的异端 其实不是拿过节识 给你听就很快的 所谓的极端 就是过分强调 要一个真理一个道理 然后观点 超过圣经所要求的 这叫极端 又把一个 适合一部分人情况 要求所有基督都一样 我祷告的时候 我感觉到要摇 我天要求所有人 祷告的时候要摇 这叫极端 然后这些人呢 要在基督信仰里面 有特别 特别得救的真理 都没有问题的 只是一些 制药的问题上呢 过度于极端 可是教会呢 兄弟姐妹呢 仍然可以接受的 比如说 比如说 我举例给你们听 哪一些是极端教会呢 真理耶稣教会 基督复领安息智慧 7th day Adventist Church 7th day Adventist Church 那个基督 然后复领安息智慧 他们要求什么 他们要求聚会 不要再礼拜天 因为礼拜天不是安息智慧 礼拜六才是安息智慧 所以拜五就要开始 不要做工了 他们想要求所有的基督徒 是这么一样 所以就极端 然后 还有小群呢 他们愿意丢哪一个 哪一个塞工的精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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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不要去 只要你就被捅收 我弟兄从征收教会他知道 是不是 他们太过急的要求很多那些 很多很多很多那些 比如说他们很喜欢表演 然后如何牧师在他们放 滑手放在脚踩上 突然间垃圾黏住了 不能 然后他们祷告后 地上滚来滚去 很多很多那些 battern battern的 他要求这些东西 这叫直断 所谓异端又怎么样呢 所谓异端呢 是在基要的信仰 而基本的信仰上呢 发生的错误 会破坏家会的信仰的根基 因此 要用坚定和不含糊的行动来拒绝 例如保罗在哥罗教太书指出 因行律法而得救 得为其他的律义 你们那些信仰耶稣一定要 要行律法 要守什么 不可以做这个 不可以做那个 不可以做那个 变成宗教 很多人把宗教的东西 宗教的仪式架在人的身上 难怪他信仰耶稣也是不改变的 这叫直断 比如说 他们用这些直断呢 来搅乱人 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 比如说 天主教 天主教他还要 不只要拜耶稣 他还要拜他耶稣的妈妈 圣母玛利亚 为什么 为什么我 有一次我问天主教的 或者他的神父 为什么你们要拜圣母玛利亚呢 因为要说耶稣 圣母是耶稣的妈妈 所以呢 你要求他的妈妈 来求耶稣 我说如果 如果是 听祷告的是耶稣 干嘛还要求他妈妈 明白吗 所以你要明白 什么是直断 什么是异端 OK 还有摩门教 我不知道你们有见过摩门教的教徒吗 在槟城呢 他们很喜欢骑着脚车 打个泰 穿那个 骑脚车要穿牛 穿条文 打领泰 打很整齐的 美国 都是 都是 洋人比较多 骑着脚车 他会去你的家 探房你 跟你讲 他没有找你 没有信耶稣的人的 他专找信耶稣的人 因为比较容易 容易进入嘛 所以他专攻 信耶稣的人 他们就是什么呢 他们的教主叫 Joseph Smith Joseph Smith 他到今天为止 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证件 我不知道 他 我在十年前的记录 知道的消息是 他总共有27个老婆 他说 你要去摩门教 你必须要跟他睡 所以你才能够圣洁 你才能够 下一代成为圣洁的子 所以你不是随便 人家跟你传福音 人家跟你讲耶稣 是啊 对啊 这样的一样的 事情一样的 一样的分好比起来 不一定的 你要小心 还有呢 还有就是 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 他们很喜欢到处去 去你的家 扣门 又送你很多 漂亮漂亮的那些书 书本 然后他们基本的信念 他们认为 耶稣是小神 耶和华是大神 因为耶和华才是最大的 耶稣就是他的儿子 所以他是小神 所以不一定 所以你要小心 牧师今天把所有的一段 一些说 和格洛西的一模一样 跟你们分享 还有同意教 韩国的同意教 文献明 他是一个 唯一韩国同意教的教主 他做什么呢 他也是有两堂的老婆 然后他要求 所有的他的会友 教友 他来组织婚礼 你从来没有进过 你跟阿隆进婚 从来没有感情 从来没有经过 就他们配对 有的 有的 把你驾到非洲 有的 把你驾到日本去 他因为全世界 他有他的教母 然后 里面很乱 一旦你进了 同意教 你不能回家 你要给十一奉献 不可以回家 不可以你的家人一起住 这些 都是一段 还有上帝的儿女 你以为你以后看到 这个是在美兰里面 美兰有一种的 教会叫上帝的儿女 他不是讲魔 他不是说 我们是圣洁的 所以要来到上帝的面前 都是要圣洁 所以要破光你的衣服 破光你的衣服 破装你的全部 破光光 来到我们教会 进堂 这叫上帝的儿女 所以当你看到这些字眼 要远离他 这些都是异端 然后 在哥罗西教会当时呢 有几个异端的邪说 比如说 第一 叫 诺斯底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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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我们说 上帝啊 他是一个完美的领来的 所以他不会跟世界 物质的世界啊 直接有接触的 所以呢 上帝本身没有创造世界 是透过比较小的灵啊 小的神啊 来创造 所以呢 这个 诺斯底主义呢 就充满了俄罗西教会当时 然后还有希腊的哲学 希腊哲学是古希腊生活里面的神 属于奥林必师神系 提特征呢 就是人和神很靠近 同行同性 意思说呢 这些人和神 这个神跟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啊 人和神之间的距离很近啊 古希腊人都没有啊 这些神呢 常常来干扰人的生活 好像 他们的 希腊巨大的神叫 叫 诺斯 诺斯常常下房间呢 来考察哦 然后 看上女孩子她喜欢 这个神呢 就把她勾引了 然后 诺斯的太太叫 诺斯的太太叫 赫拉 赫拉呢 赫拉呢 就很次出的 每次看到她 这个诺斯的神呢 来调刑女孩子呢 她就惩罚这些人类 这样的神 这样的邪说 所以呢 这些邪说呢 他们就充满了各种西教育 他们相信啊 神是有在这里的 神可能会变成一个人的模样 来 来调刑女孩子 所以 这些东西 比如说 还有一种叫做神秘主义 神秘主义 在拉丁文叫 Occultism 或者 Mysticism 英文叫的 所以他们是用韩国的 很神秘的 比如说 他的教育呢 他教育什么 他教育是 使人获得更高的精神 和心灵的智力 用各种的教育和宗教的仪式 让人家参与 神秘主义 包括 用诸多的 伦理啊 伦理啊 理论啊 事件啊 包括冥想 所以我们不冥想 冥想啊 包括 维灵论啊 还有魔障啊 所以不要看 Rod of the Ring 魔障啊 探索 树灵论啊 瑜伽啊 自然魔术啊 自由手工匠啊 功绩会钢铃啊 巫术啊 新章学啊 所以不要看星座 还有炼金术 还有十二生肖 为什么新耶稣的 我们没有看十二生肖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是没有 是已经 看生肖啊 看星座 不是现在才行的 2000年前啊 在五个罗西教 已经流行 还有 神秘主义 基本的信条 就是世上 存着神秘的力量 自然力量 能够理解过超重的自然力量呢 你就成为一个很有包复的人 然后把大自然的力量呢 来做崇拜啦 来拜太阳啊 月亮啊 星星啊 风啊 雨啊 雷啊 彩龙啊 水啊 火啊 山啊 石啊 把这些东西呢 成为神秘主义 今天也是 神秘主义也充斥了一下 林恩派 很多啊 都是有 参与一些神秘主义 来 放在这个汤里 祷告要摇啊 祷告要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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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哭哭 喊哭的声音啊 种种 猫的声音啊 这些都是神秘主义 所带的东西 所以我们不 我们不产权 我们不用这些东西 最后 宗教和民间的传统 犹太人要求他们呢 要注意啊 要吃饭 吃饭前要洗一手七次啊 要洗七次才可以完全的捷径 才可以吃饭 然后睡觉前要做摩啊 这些东西啊 也充斥了 那边 就好像火人很喜欢啊 咦我们不能走在找奥底库的底下啊 因为你穿过找奥底库 你就很衰啊 不过你 宗教也许有时候还是绊 哎呦 底库 你黄色底库 我死了 对吗 这些传统充测的俄罗西教会 还有什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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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传统的 他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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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根据的 还有他说 运父不会拿剪刀啊 因为他可以触犯了胎神啊 胎气啊 过年不能扫地啊 翻页不能剪指甲 这些是人间的传统 跟我们的信仰是没有合作的 所以保罗写这些东西 是要哥罗西的教会明白 其实早在两天前 保罗有做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们讲到完美的那样 在十如经传第十九章 第十八节二十节里面有这样说 保罗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 他做了一件很伟大 很复兴很荣耀神的事情 他带领整个以弗所的信徒 来接受耶稣之后 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们来看 那已经信的 多有人来承认 述说自己所行的事 书品行邪书的 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 堆积在众人面前的焚烧 他们算计书价 便知道奉合五万块钱 足得到大大兴旺 并且得胜就是这样 以弗所的教会 以弗所的信徒 有一个很干脆很干净的书品行邪 圣经说他们总共把那些行邪书的书 总共烧掉五万块 五万块是什么 占两千年钱 当时一钱 等于一天的工价 即是港支 五万块钱 就等于五万天的工价 也就是等于一百三十七年 五万块钱 总共累积了一百三十七年的工价 那一个真正的悔改和真正的改变信仰 他们都我们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养 这些已经信了耶稣人 他们已经不追这些东西了 不追求这些东西 不看星座 也不看蛇生效 也不看蛇生效 运程 这些书都堆积在那边 烧掉五万块 两千年的五万块 等于一百三十七年的工价 你看他们的坚决和他们的 他们对耶稣的信仰 今天我们还一般一般 有时候 有时候还要买那些 看那些星座的东西 哇今天很好 哇可以出去 出去有运 有运气 哇很好 好运 人马 人马 人马不要离开 好运自然来 他开始很重 结果我们还活在那个旧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们告诉你 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认识上帝的风 但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丰盛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会要这些东西 我们去看那些最后 神本性的丰盛 神本性的丰盛 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封证 他是各样自证掌权的联手 犹太人和外邦人有一份共同因我报应的基本思想 人们可以把它称为业障 所以我不鼓励人家做联律家 不鼓励人家去做冥想 这些跟卡玛有关系 跟业障的关系的 所以 或是中国德国的思想 左右着人们的思想 或你信耶稣的人 还是没有信耶稣 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思想 就中国德国 基督的丰盛 过着完整性 以及我们和基督一起联合 就能显示出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 这些传统和这些思想是不需要的 当我们看不到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丰盛 丰盛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用其他的途径 其他的方法来取代 教会就会产生出现很多的异端 圣经告诉我们 因为神本心一切的丰盛 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面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他是各样执政掌选者的元首 这里的丰盛叫做Pleroma Pleroma意思就是完整完美 既然神本心一切丰盛满满 这里居住呢 不是讲居住 这也就是永远居住在耶稣身上 的话 他就不可能是半人半神 或者是比较小的神 刚才我们读说 所有上帝把一切的奥秘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 如果我们今天不选择耶稣基督 如果你不把耶稣基督是你生命中的一切 你就很可悲了 因为上帝把所有他要告诉人类 我们这里一般的人 信徒所有的奥秘都藏在耶稣基督 如果你不寻找耶稣基督 你就得不到上帝要跟我们讲 初期教会有一个叫做Doxidism 幻灵的假教学 说耶稣是没有 其实耶稣在人世间走路的时候呢 他是没有身体 他只是一个灵 这也是一种的闭关词说 另一种的学说叫做 Sai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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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nt 根本没有耶稣的 耶稣在身上根本没有基督的灵 基督的灵跟耶稣是两个 两个意思的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的不同的学说 来扭曲我们的信仰 圣经告诉我们说 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风险 也得了我们权 这是真实的 因为耶稣是神 如果他不是神 我们就不能在他里面得了风险 阿们 耶稣是神阿们 所以你在他里面就能得到完全 凡说自己不完全 哎呀我还不够完美了 我还有很多问题 你也是在告诉 你信仰耶稣你常说你不完整不完美 你也是在告诉自己 你告诉别人说 上帝不存在 耶稣不是你的神 如果神所有本性的丰满 住在耶稣基督里面呢 作为我们这个基督徒 我们要用信心和主领导 以他建立关系 那么我们在他身上 就能得到完全 你们在他里面得了完全 保罗说这是一个事实 而不是一个理想想要达到一个目标 我们必须要看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丰满 我们必须要再次的提醒大家 你必须要在他里面深根建造 在他里面深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感谢了心 为家族 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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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